現在郭董又說 你還在打BAT疫苗 然後現在還只不過說 林大維有打電話 然後說大家就說 你還是不要來 大維怎麼樣跟他說 我看這兩天好像 我們前民主長也有發出一些聲明 但是我相信是 大家都在過去的事情裡面 絕對沒有阻擋BAT疫苗的購買 大家都明白 如果要用個人或公司或法人的名義 去購買疫苗 在這疫情期間 事實上是沒有辦法的 因為有很多相關的免責的規定 必須由國家來承擔 所以一定是由政府來購買 那最後我們這個合約 四方合約有成 那絕對是政府出了很大的力氣 盡量要讓這樣一個購買 一個成功幫助人民 我們還是謝謝 當初捐贈疫苗的人 那不過是已經過了這麼久 那是一件好的事情 那不要因為事後的一些講話 大家變成建大家互相信成互親 那對雙方都不是一件好事情 我印象中沒有 一直我們在合約裡面 大概都有疾管室的周字號 然後在經過我們內部的會議 大家同意 抱怨同意之後 那由他來簽署 那一直使用的名稱應該是 疾病管治史 包括我們台灣 在最初跟BNT在談疫苗 都已經談成了 合約寄到德國去了 然後最後一秒鐘發生一些變化 然後他們認為就是說 我們這邊通稿 我們在婚禮裡面還寫說 我活 那他們認為說用我活不恰當 那我們就馬上 第一個時間 為了讓疫苗購買順利 我們就把它趕成台灣 但是從那時候起就沒有下文 當然大家事後也知道 但是因為在商業合約上面 中國復興有他的一個強力的硬件 所以那個合約就無疾而中 那郭凱平現在認為說 合約取消去民黨政府堅持 將政治置於人民的生命之上 你也能聽話嗎 但他不認同啦 如果大家回憶 在那時候 大家非常辛苦 怎麼樣讓四方合約 這些包含利益相關的人有六種 這樣能夠把它講成 是非常不容易 中間很多人都進了非常多的力量 那過河拆橋是一件不好的事情